二月河 雍正皇帝 封了所有考場 要大家不用再考了 此案一出 轟動前夜 不得不小心 你是天皇貴咒 因為皇上身邊的奸邪小人 我一律都要參奏 殺官要給官體 他們才知道皇法無策 臨才無久德 臨難無久免 我為母狗 君為公侯 不亦樂苦 面對各項沙 誰在決定我命運 是否晴天 主在我的緣分 面對各項沙 人在世上難逃命運 也知道 每一分愛是緣分 盡我心 我心 無恨不了未來未去問 是這一分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無憂 皇上今天心情 似乎不多舒暢 是不是出了些什麼事 沒有 沒有 朕剛剛向太后請安 見太后的病沒有什麼起色 所以心煩悶 不怕的 青海請的活佛 應該就快到了 到時幫太后祈福 應該會有轉機 十三弟 諾敏答辯的咒接 送了上來沒有 送了上來了 不過神帝望著宋連庚瑤 並未詳細看過 諾敏他自己列出十七條大罪 哈哈 他也知道自己有罪嗎 根本就滿口胡言 他那些所謂罪 不外乎說自己受下屬蒙騙 又致請交部已處 請朝廷另派專員查青山西規空一案 總而言之 如果朝廷不查問他的罪 恐怕其他巡婦會不服氣 如果查呢 又要天下十八行省一起查 沒理由只查辦樂敏一個 所以神心中都十分為難 哼 他就是看死朝廷不想帶動乾哥這一點 才會這麼囂張 就憑他這個居心 朕一定不會放過他 這件事尚書房不用管 你幫朕調李衛回來 叫他會同刀察院定洛敏的罪 李衛在朝中並無淵源 不用怕得罪洛敏的門生黨羽 詹 連庚瑤那邊又處理得如何 為皇上 連庚瑤說了很多感謝天恩的說話 不必細表 他請神代州皇上 以護部 兵部 盡快將春天要援的軍服 就有行軍窩祖 一應軍需運去西北大營 他一到部就出兵 由金州去西陵 兵分兩路 一路固守黑塘 巴塘 黃聖關 截斷半軍入藏通道 另外調岳 中旗 駐守永昌和布隆基河 以防羅布藏丹爭進入甘肅 他自己率中軍進襲羅布藏丹爭 十三弟 這裏只得朕和你軍神兩人 不怕老實說 兄弟之中以你最通兵法 你告訴朕 連庚瑤這樣的調動是否正確 嗯 臣帝以為連庚瑤計劃還算妥當 不過西北地域廣大 不像東南有大海左隔 只怕羅布藏丹爭 狗急跳牆 向西逃入準國爾 和阿拉布坦聯兵 將來可能釀成大禍 你認為應該怎麼做呢 臣帝以為 可以調正義將軍傅寧安的部隊先行西進 守住套魯凡和割屍口 隔絕敵軍西逃之路 關門打狗之勢一成 羅布藏丹爭 軍心必亂 只是傅寧安不歸連庚瑤所管 要由萬歲爺作主才得 哈哈 關門打狗 好 你說得好 朕准你所就 不用跟連庚瑤商議 你去尚書房傳子 叫戶部速調兩萬石精米 兩千隻豬 給傅寧安勞軍 傅寧安亦不必來經述職 立即帶本部兵馬 去吐魯凡和割屍口 宅 兵貴神速 皇上聖聰高遠 神所不及 神立即去尚書房傳子 慢著 這次是朕登位以來首次興兵 先帝都未能平定的叛軍 朕一定要小心從事 這件事要找尊人處理 嗯 上書房已經有神帝 八哥 張亭玉他們 上書房到底只是書房 是處自民事的 你和老十四 張亭玉 龍科多 四個再兼一份差 就叫做 嗯 就叫做軍機大臣 養心殿外天佳上 西士衛防 撥給你們用 日夜十二個時辰都要有人處理軍務 就叫做軍機廚 是 神領子 有什麼難處 皇上偉義重任 神帝不聲感激 只是這幾個軍機大臣 都已經兼職不少 如果要日夜倫家的 朕以為你擔心些什麼 朕已經擇成六步 精選幹練官員 入席為軍機張經 協助你們處理軍務 如今恩科會考在職 朕很快又有一班人可以幫忙 朕 神帝立即傳旨照辦 楊大人 龍門到了 順天府共縣 唉 九位 上次楊明氏是來考試 今日從游舊地 時辰未到 應考巨人去榮城外邊等一會 是我 不管你是誰 前面就是龍門 沒命令就不可以 原來是副主考楊大人 早晨 奴才還以為是舉人等得不耐煩 擅自闖進來 我早晨 你們也早晨 如今不過是四間 就已經辦事了 裡面燈火通明 在做什麼 東屋是張大主考張庭路大人 上書房大臣張中堂 撤走宋庭路大人入圍 西屋是我們的兄弟 在那裡紮紙公仔 紮紙公仔? 是啊 用紙紮成一青一紅兩隻紙鬼 裡面塞了圈草 一個胸口寫著恩字 一個寫著怨字 圖一個心安 哈哈 我當年考試聽過 考場設有恩怨而軌 當時以為只是傳說 原來紮有真身 為何我未見過 大人 恩怨而軌 每個考場都有 不過就供奉在西望樓上面 特地不讓舉人見到 即是說他們知道有這樣的事 其實想勸他們平日多行善事 就不怕會考的時候有報應了 雞提 張中堂出了名勤力的 我就等他一會兒 停路 我要入大內見皇上 千言萬語一句話 就是要秉公 是的 六哥 聖上擦身理智 最注重這一點 如今不正要找一兩個大貪官出來祭旗 我們張家最講究一個廉字 你小野是非 不止祖宗有面子 我在大內講話辦事 也無後顧之憂 是楊明氏 你們怎麼扮警 要楊大人在門口等我們 張中堂早晨 早晨 你都不關他們的事 賢坤還在屋內交談 楊明氏理應迴避 天亮了 外面的舉止都等得不耐煩 要過龍門了 這裡是貢院重地 一拜了孔子之後 連我也不能進來 你們各自珍重 再見 張中堂珍重 六哥再見 是時候了 楊大人 我們進去了 張大人是正主口 你先請 好 向張太師父 楊大師父請安 各位辛苦了 請起 請起 謝大人 今天開考 以後幾天 還要勞煩各位同事合作 兩位大人 香足準備好了 請先拜孔子 好 下官張庭路 下官楊明氏 今天為國家社職秉公取時 不信私情 不納賄賂 有負此心者 神明攻擊 有負此心 神明攻擊 兩位大人請起 請起 開始放人進來沒有 不用急 不急 我們拜完孔子之後 他們還要拜文昌帝君 關聖帝君 很多事要辦 你們到底搞什麼 供了那麼多神神鬼鬼 好像廟會一樣 俞陽大人 這些都是前輩主持 貢院傳下來的規矩 歷來考場都怕傳染病 這些神法都是專門請回來 保佑貢院聖地的 已經攻了孔聖人 又有文宣王的牌位 還不夠大嗎 這裡是國家取是神聖的地方 讓你們搞到烏煙瘴氣 盛何體痛 引去 在 給我把兩隻 因怨而鬼拖上來 喳 去吧 喳 大人 因怨而鬼大到 豈有此理 這樣兩隻小鬼 都想在那裡作拐 因 誰沒有受過 怨 誰沒有結果 遲不報早不報 偏偏要在這個時候補 國家論財大典 起開由小鬼作罪 我讓明時 自有讀聖言之書 怪力亂神 子所不如 大盜之所在 不容小鬼猖狂 引去 引去 將因怨而鬼燒掉它 引去 送走 楊大人 這樣不行 會有 會有什麼 會有報應 哈哈 暴影 替我打碎它 燒掉它 我也想看看有什麼暴影 如果真的有 我讓明時一力擔當 是 兩個子公仔是你們自己擔的 你們竟然反過來怕它 真是荒謬 回大人 恩怨而鬼已經燒光了 張大人 好 開龍門 插 開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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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人 那些舉子開始入圍點名 我們開了皇上遇刺的考題 先洗手 兩位大人靜手 開示卷 楊大人 這題是第一題 蛤 離這兒之和也 什麼事 沒事沒事 引來 炸 這題是皇上遇刺的第一題考題 你們去給十八房考官傳閱宣佈 炸 張大人 嗯 還有那兩場試題呢 唉 不用急 考一場拆一題 楊大人 你未做過主考 不知道的了 公園這班人 遊獲之中的錢 都夠膽伸手去鬧的 你如今拆了這兩題 不用一會 就傳到滿腸皆知的了 哦 原來是這樣 楊大人 楊大人 如今開到最後一題了 考完這一場 我們總算是功得圓滿 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楊大人 你臉色很差 是不是不舒服 啊 不是不是 請張大人拆開封條 楊大人 你初任主考 可能太緊張了 一會兒 宣佈這條題目 你就過去花廳那邊休息一下 這裡有我坐陣就行了 反正也沒什麼重要事情 好了 先看看 第三題是 慢著 楊大人 張大人 皇上親手遇書第三條題目 是不是逆經的 日月得天能久照 楊大人 你怎麼知道 我不只知道這一條 我連第一條和第二條題目 我也知道 你看看 真的有這種事 兩位大人 請問第三條題目 你們不要進來 我鎖好道門 我和楊大人有緊要事商量 楊大人 你說考題已經洩露 雖然這件事 關乎很多人的身家性命 不可以亂說 我不是亂說 記得當日朝廷委任我做副主考 我和孫家鑑 一起在城中有名的百輪流喝酒 值間竟然有個上士向我們兜售考題 我心想 連我做副主考的都未曾公開 為什麼會有試題可賣 因為他以百輪流做擔保 說明如果考題不准的話 可以退回錢給我 我就用七十兩銀 跟他買了這三條考題 想不到 全部都中了 百輪流 張大人 你說這些事題是怎麼洩漏的 由皇上遇筆親寫 封在今季之內 經上書房直接送給我們 是你和我親手去接的 想不到我們拿到手之前 已經洩露於市井之上 公然在酒樓之中買賣 真是不可思議的大人 張大人 你是本場正主考 不知你有什麼高見 停路之心可對天日 這件事一旦揭穿真是非同小可 正如你所說 史提佑皇上交到我們手中之前 你已經買到了 即是大內出了問題 恐怕牽涉到龍子鳳孫 天皇貴咒都不出奇 這件案一揭發 真是非同小可 楊大人 天下之間也有很多奇人異事 或者真的有人動足先機 估中三條題目 我不信有這麼對的事 估中一兩題已經困難 何況三題傳中 你信不信也好 正所謂孤正不立 我出事事題於前 你揭發舞弊在後 只是這一條 你和我已經有很大關聯 何況 還有十八方考官的身家性命牽涉在來 此案一出 轟動朝野 楊大人 我們不得不小心 張大人你所言有理 但是你拆第三條考題之前 楊明時尚未見到 已經向你舉報 為什麼你說出事事題於前 揭發舞弊在後 拜孔子的時候 我們曾經對天盟誓過 這件事不可以論人情 只能夠全天理 你的意思即是 我身為考官 揭發史題洩漏 本來就是我的職責 有關提到什麼身家性命 我要立即寫奏章給皇上 暫停恩科考試 又或者換史題重考 不管是天王貴咒 因為皇上身邊的奸邪小人 我一律都要參奏 我見你新任考官 初次出現大事 怕你不懂應付 我才和你一起參場 你竟然處處不了人 說得好像張某人心懷鬼托 下官不敢妄言 是非曲直只有皇上聖財 好啊 你要寫奏章儘管寫 我自己也要向皇上寫奏章 而且我頭一個就要參你一本 你…你要參我一本 我要參你一本 請問張大人 我奉公辦差 有何過錯 我…我沒有時間和你鬥嘴 總而言之 你等著看我的奏章 十八房考官聽命 然後立即停考 楊明氏 今次的主考是我張庭路 不是你 你不互犯數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一入圍你就燒了神位 我本人也是不相信鬼神 所以沒有理你 但是 你事前必須和這個主考關照一聲嗎 來吧 不用你副主考說什麼 聽我吻咐 將這些史題發下去 第三場考試馬上開始 還有 派人去通知順天府 鎖南八輪流 涉嫌出賣史題的人去後審 查一下 年輕仔 你還未夠火候 到你做正主考 才回來發號施令 我現在馬上去審奏章給萬歲插你 張大人 你叫順天府去百輪流捉人 分明是通知有關人等潛逃 哈哈哈哈 你說得真好笑 我們這裡是共院 只是負責考試 難道你叫我們這班考官去捉人 不找順天府找誰 至於他們有沒有酒樓消息 就不關我事 你…好 我馬上去親自去捉人 慢著 這裡是什麼地方 可以讓你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嗎 為什麼不行 你有官職在身 有差事要辦 我就算不要這個官職 放棄這份差事我也跟你鬥 你來我什麼河 你… 楊兄 你實在太衝動了 赤手空拳地走出來 又耐得張庭路什麼河呢 算了 只貴小弟年少氣盛 但是張庭路他實在欺人太甚 繼續留在裡面 恐怕他會把我拉到水 開試題的時候 只有他和我兩個 我說在百輪樓買試題 他可以說 將試題是我事後才寫的 所以我把心一橫 自己出來去百輪樓拉人 怎樣拉呀 如今天都黑了 紫禁城已經上鎖 沒可能見到主上 就算是 尚書房張庭玉和張庭路是什麼關係 誰知道他肯不肯大意滅親 六部衙門都下班 只得順天府 但是沒有證沒有句 順天府會不會聽你說話去抓人 就算明知不行 我也要試一試 有我今晚去順天府告狀的紀錄 起碼可以和張庭路劃清關係 楊卿 你真是當局者迷 如今恩科已經開巧 百輪樓還放些試題賣給誰 況且正如你所說 他們賣的三條試題都是正確的 也不會有人回去投訴退錢 就算反轉了百輪樓 恐怕都搜不到什麼證據 照你這樣說 我豈不是自尋絕路 沒得救了 如果沒得救 我就不會沒聽你說完 就已經抓了你出來 對了 你剛才說一邊走一邊說 到底你想帶他去哪裡 楊卿 正所謂得道多作 你為國尊忠 連天都幫你 你知不知道今天誰回來了北京 誰 你的莫逆之交 兩綱報政是李維 李維回來 是萬歲爺調他回來 主持山西洛敏的案子 我記得他跟我說過 他不服讀書人 那些讀書人也不服他 只有你楊明時英雄義氣 跟他談得來 你如果找到他幫忙 執著張庭路的罪證 就可以反敗為勝 那就好 你為如今在哪裡 我們到了 就在前面譯館之中 楊卿 你們這一宗是影響深遠的大案 孫家鑑身為御史 應該迴避的 你自己進去吧 多謝孫卿提點 那你請回 好 沉冰大哥 麻煩你通報一聲 這位大人 我們李大人如今 正在批閱公文 今晚還要寫奏摺 明早就入宮見皇上 李大人吩咐落 所有來拜見的大人請回 李大人那天登門謝罪 我是他朋友 不是來拜見他的 不過我有重要事 要馬上見他 我們李大人寫奏摺的時候 最怕人煩著他 希望大人體諒 李慧會寫奏摺? 他西瓜那麼大個字 都不會一口 李慧 我楊明時來找你 你到底見不見? 楊大人請你不要勸話 楊老兄 你不用管這群奴才 他們不認識你 進來 拿皇上賞賜我的情緒進來 扎 豈有此理 連我楊老師你都不認識 老李 我今天沒時間陪你喝酒 為甚麼?你專程來找我 不是醉醉舊嗎? 老李 你聽我說 我奉子做恩科的副主考 出了事 出了事? 雍正皇帝 第三十六回 瑤修寧監製 曾月娥編道 二月河原著 陳七編劇 主題曲 由徐家良作曲及片曲 太康填詞 鄭少秋主唱 由黃秋生飾演雍正 潘文柏飾演尹祥 鍾偉明飾演張婷玉 梁思浩飾演李慧 並且由陳偉康 劉耀輝 盧雄 吳中泰 蕭輝勇 曾永強等聯合播演 香港電台廣播劇組製作 現在經已播放緣分 中泰文柏飾演奏 劉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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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震演奏 劉耀輝,劉耀輝 許多詞唱 劉耀輝 劉耀輝 通編歌曲 劉耀輝 是这一份愿 是我情不自家 航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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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江沙 谁在决定我命运 是否情天 主在我们缘分 缘对过江沙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亦次变无憾 亦次变无憾 每一分爱是缘分 亦次变无憾 亦次变无憾 旁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人在世上难逃命运 尽我生 我生 本不了未来未去问 是这一份愿 是我情不自家 亦次变无憾 旁向江沙 旁向江沙 全是我完全没有恨 在这一生 在这一生 爱他一次变无憾 我生 有 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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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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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